年轻一代戏迷对幽人神谷艺术总监刘若宇 总是一派自然肃静带有传修特质的形象相当熟悉 但其实早在三十年前蓝宁剧访时代 刘若宇可是能唱能演的第一美花旦 睽違数十年后 刘若宇因为爱上酒奔金瓜石的环境 加上女儿陈子伦也刚从意大利学戏剧回来 他决定制作一出完全与幽人神谷击鼓表演 截然不同的歌舞剧《黄金香》 将当地人经历滔金热潮 日剧时期战俘挖煤矿的大时代悲欢离合故事说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 刘若宇说 我就想说黄金跟这些灵魂都埋在地下 他们需要得到安慰 就像我唱这个歌里面 真的是感到就是说你看 就是那个歌词嘛 就是战俘伤心地 百年的坎坷路 然后歌不完的是滔滔黄金曲 但是道不尽的却是战俘的伤心地 就其实听到这些故事之后 有天我就说就帮他们做一出戏吧 为此刘若宇特别征选了一群兼十年轻优人 花了一年时间培训 他更秘密找老师练习声乐 准备亲自上阵高歌 演唱李香兰的夜来香 周璇的天涯歌女等 国台日经典歌曲 呈现九份金瓜石过去的时代氛围 刘若宇更生平头一骚 穿上旗袍踩着高跟鞋演出 风姿错约的模样让人打开眼界 黄金香歌舞剧将于今年12月25号起 在九份生平戏院一连演出26场 除了刘若宇外 他的女儿陈子伦也会与他轮流演出同一个角色 刘若宇的儿子黄红俊则担任编剧 刘若宇表示九份已经过度观光化 他希望可以注入更多艺文元素 让这个受欢迎的小小地方 可以成为未来艺文结合旅游的示范景点 终于我们电台记者张超伦 海北资博报道